大家好 自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以来 一直有一种说法 就是欧洲人或不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我想分三期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期也就是今天要谈的 从德国狩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谈起 第二期从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感冒求医的遭遇 来看德国医生的想法 第三期简介德国致命岛 和其新开始的研究项目 来看一下德国病毒学专家 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好 现在让我们进入本期的主讲题目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德国首列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 是如何被传染和发现的 第二部分 后续处理的处理方式 第三部分 现状 在今年的1月28号 新闻里突然发布 在德国也确诊了一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他是首列 男子 33岁 33岁 来自巴巴利亚州 并未去过中国 但是呢 在为百八十多工作期间呢 期待了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女同事 她呢 是来德国进行培训的 然后在回去的时候呢 路上呢 她就觉得好像病了 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呢 她马上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 她患上了这种病 当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她马上就 把这件事情呢 传到了德国 德国呢 马上就报告 给了巴巴利亚州 卫生部 他们就派人 专人来进行检查 就确诊了 其中一位 患上了 这种病 其实呢 这位男士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 他是觉得 感冒了 其实症状也不是很重 所以 星期一呢 说实际的话 也觉得有点好一点了 她就去上班了 结果确诊出来 她是得了这个病 然后 她就 在 根据 她呢 就是说 就进行排查 就是说 她 她的紧密接触人是谁 她的紧密接触人 的紧密接触人是谁 然后 这位 女同事 在德国期间 又与哪些人接触过 就对这些人进行了排查 当时呢 就是说实际性化 这个消息 或者这个世界 是一种 是一个重磅信息吧 因为当时的 就是说 结论 结论就是说 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在 无症状的时候 也会 传染人 后来呢 就是说 在具体 问了之后呢 才知道 原来这女的呢 做的女的同事呢 在来之前呢 去过武汉 看过她的那个 父母 在武汉的父母 所以她在来德国之前呢 她并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在德国 她是有症状的 就是四肢乏力啊 但是 也不是 其他症状没有 所以 对其他同事来说 她是 健康的 所以 那时候 就是说 反正就是 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 无症状也会 传染人 这个说法 就给推翻了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件事情呢 也纳得挺大的 但是 对大家的阴影 对家的微迫很大 因为毕竟 这款病毒呢 是新的 大家对它知道 甚至 很少 就是 对新的东西嘛 总会 让人更担心吧 所以 韦巴斯多呢 这是 这家呢 很大的一家 汽车 零配件 供应商 是汽车零配件 商业的 品牌 它呢 在全德国 全世界 全世界 的员工呢 就达 一万三千四百人 光在中国 就拥有 12个基地 其中之一呢 就是在武汉市 所以在出了这个事之后呢 它也 也好 无话 无二话的嘛 就把 厂给 关闭了 就是 它的那个 中心啊 总部啊 在德国的 斯多科多夫的总部 就把它关了 就让公司的员工呢 在家里自行隔离 也让公司总部的员工呢 不要前往 不管是德国境内也好 还是 在 全球上的任何呢 分公司呢 都 不可以去 然后 再说 这位 首款病例啊 不仅 他那个 就是 连他的小孩啊 去的幼儿园的地方 也受到了监控 就是 所有的人呢 就是说 以后呢 出了他之后呢 陆陆续续呢 也有人被确诊 得了这病 被送到了医院 进行了 得到了一些监测和隔离 自2月2号呢 就是说 共有8人被确诊了 感染了这种病毒 2月17号下午 1月38号呢 就是说 新闻发布呢 就是说 来自巴伐利亚州的 五口之家呢 在感染这种 冠状病毒之后呢 已全医了 可以离开医院了 但是呢 目前呢 在德国仍有16人感染了 所以这些人呢 都被隔离 并正在接受治疗 其间呢 医生呢 也不但地给出 他们的身体状况 他们呢 就都所以比较清醒的 就是说症状不是很重 就基本上 从医学角度来上 也算是健康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他们都很年轻 三十几岁就是说 但是呢 但是呢 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或者专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药 毕竟这是一款新的病毒嘛 所以只能就是感冒 根据感冒的现状来进行治 如果发烧了呢 就给腿烧药 可受呢 就给止咳药 呼吸困难呢 就给输氧 就这样 在这期间呢 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呢 Jane Spahn也不但 或定期的 在新闻发布会上 发布新闻 他最近表示呢 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呢 尚未到达高峰期 在中国是这样 全球是这样 在德国也是这样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下期节目内容呢 我们就要谈一下 一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 得了感冒了 去求医 这一个过程呢 来看一下德国医生的想法 再见 不知道 什么时候 遇到 你 为什么 去买 你有尊重 还有 有尊重 有尊重